大家好 以下收看的是Tagelow 我是凱文 今天跟大家介紹Galek旗下電腦散熱相關的產品 一個是系統散熱風扇 另外一個是CPU的散熱器 我們可以知道散熱對於你的電腦系統穩定度影響非常的大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個就是Galek Win12PL系統的散熱風扇 我們可以看到它永遠有一個12公分的風扇 然後還有旋麗的LED燈的顯示 特別的是這一款系統散熱風扇 它的風扇軸層使用的是奈米的一個高科技材料 所以耐用度上面大大的提升了 然後它支援有轉速管理 它的轉速可以高達1800轉 然後它的設計上面也是非常的好拆洗這個風扇 如果你想要拆下來洗這個風扇的話也是非常的方便 它的包裝裡面附有的就是這個安裝的套件 軟的 很像一個軟材質的一個安裝套件 還好 方便的大家安裝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另外一款這個 就是第二版本的GX7的一個CPU散熱器 我們看到它是一個上面的一個鳍片式的散熱器 它還蠻高的 然後這一款第二款的GX7的CPU散熱器 它前面也是附贈的 我們看到也有一個散熱的風扇 可是這個12公分的風扇 它是一個特殊的規格 它是比較薄 它的厚度只有1.58公分 所以是一個非常薄型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這個CPU散熱器 它的鋁質的鋁片的散熱排非常獨特的一個設計 好的 它裡面擁有7個散熱管的一個設計 所以在散熱效果上面也是大大的提升 好 那它也是支援轉速的管理 然後它的聲音上面也是非常的安靜 然後我們看到它支援的是大部分的CPU它都支援 AMD或者是Intel的CPU它大部分的規格都可以做個支援 它的包裝裡面附贈了有兩款的安裝套件 就是金屬材質的安裝套件 所以依照你是Intel的或者是AMD的CPU 利用這個安裝套件就可以方便的來做個安裝 然後特別是我們都知道Galek 它的旗下的散熱膏也是非常的有名 之前我們有跟大家介紹過就是GC Extreme的散熱膏 這個我們看一下第二版本的GX7 裡面包裝裡面就附有了這個GC Extreme的散熱膏 所以非常的貼心 讓大家在更換你的CPU的時候 順便就換一下這個散熱膏 好 那我們剛才介紹過這兩款散熱的設備 都有很絢麗的LED燈 藍色的LED燈 可是現在他們看不太出來 所以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就會秀給大家看 把這個燈關掉 讓大家看看這個藍色的LED顯示有我們的旋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Galek 系統散熱風扇還有CPU散熱器 這兩款產品它都有12公分的風扇 轉速度高達1800轉 然後特別的是它都有LED燈的藍色顯示哦 你看到非常的旋 所以裝在你的機殼裡面就添加了一個非常酷炫的感覺 OK 這是今天以上的介紹了 如果大家對Galek這兩款產品有任何的心得 或者是意見 或者是對我對我們take a look有任何的問題呢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哦 那大家可以在這個影片下方內容有連結到我們Facebook 還有Google Plus 請大家記得去給我們按個讚 最後一定要記得要訂閱我們的Chino Chino Chino 頻道哦 Channel OK 那我是凱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的 Beeviz 我們的影片